咱们接上回继续聊 邓华德在伦敦奥运会后主动辞职 接下来要抓紧时间备战2013年8月的菲律宾亚锦赛 中国篮协尽管承诺会尽快将选帅提上日程 但实际上 直到2013年4月底才爆出 杨纳基斯将接任中国男篮主帅 5月14日 杨纳基斯费敌北京正式挂帅 而此时距离菲律宾亚锦赛开赛 只剩下不到两个半月 咱们换句话说 两个半月 你杨纳基斯要给我拿一个亚锦赛的冠军 杨纳基斯在球员时期 就是享誉欧洲篮坛的希腊球王 他四肢空位 是个出色的领袖与得分手 22岁时就在希腊甲级联赛中 单场砍下73分 1985年3月开始到1988年11月 杨纳基斯带领希腊俱乐部 阿里斯·塞萨诺尼基队 在联赛中取得80连胜 职业生涯总共获得了7个联赛冠军 7个希腊杯 并在1987年获得联盟MVP 其中欧洲杯冠军 欧锦赛冠军 各种杯赛 四强赛冠军数不胜数 国家队生涯代表希腊队 拿到87年欧锦赛冠军 和89年世锦赛亚军 他为国家队拿下的5301分 在希腊 乃至欧洲历史上都是最高的 在出任希腊国家队主教练后 曾经代队夺得2005年欧锦赛冠军 和2006年世锦赛亚军 由于在08年北京奥运会中 未能带队杀入四强 选择辞职 之后是尤纳斯接掌希腊队主教练 怎么看这位欧洲名帅的履历 都是异常的耀眼 无可挑剔 2013年 中国蓝鞋在新一轮的选帅工作中 将目光投向了杨纳基斯 本次主帅的选择和签约工作 是由胡加石主导 但最后拍板的却是新兰城 当时蓝鞋为他开出一份条件非常苛刻 前所未有的四年非保障合同 也就是说是否续约 取决于上一次大赛的成绩 而蓝鞋当时为他制定的目标是 2013年亚锦赛必须夺冠 2014年蓝蓝世界杯小组出现 竞技十六强 2015年亚锦赛夺冠 2016年礼约奥运会争取打进八强 首先我们来看看杨纳基斯的指教理念 注重防守 身体对抗 团队配合 注意关键词 注重防守 咱们后面会聊到 有了这份四年计划 杨纳基斯开始选人 但从一开始 选人工作就遇到了阻力 最初的亚锦赛12人名单中 王之志和朱芳宇是落选的 而经过胡的改动 两位老将在最后时刻 成功进入12人名单 而杨纳基斯本来看中的 七名好苗子 却都被松往了国奥队 一直将备战礼约奥运会 视作终极目标的杨纳基斯 始终认为中国男篮 必须大批起用年轻队员 但遗憾的是 杨帅想带的年轻球员 还是没带成 你说资能部门 一届一届换了多少 篮球鞋为主席了 改过不了 换汤不换药啊 人家杨纳基斯也有理由说的 我带的是什么队 我带的是希腊队 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呢 你叫我带 杨纳基斯对训练要求极为严苛 无论老队员还是年轻队员 在他眼里都一样的训练强度 每天六小时的大体能训练 是必须的 邓华德和尤纳斯时期 老队员都可以自己调整训练量 甚至可以带私人训练师 这是杨纳基斯在国家队时的一句经典名言 杨纳基斯的训练理念是没错的 如果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也许一切都会有所改变 但从他上任第一天起 我们的领导一直在给这位欧洲顶级名帅 做指导 指导 从球队首发阵容的安排 到具体战术要求 指指点点 提出更专业的意见 这让杨纳基斯不胜其烦 我们在跟杨纳基斯合作中 也有很多沟通 我觉得也基本上是顺畅 我们包括领队 信主任我 中方教练组 给杨纳基斯也提了好多有益的建议 有些建议才会惨大了 中国篮球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顺院什么的都在打得分后卫 再下去要输韩国了 韩国输完输一了 再输审队 接下来没人输了 就在这样的将帅关系中 杨纳基斯只能硬着头皮 带着这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球员 对要求的技战术半生不熟的中国篮篮 开始了亚锦赛首场比赛 而首个对手便是韩国队 我们上一次输给韩国 还是在97年的亚锦赛上了 在第四节一度领先的情况下 最终59比63失利 第三战面对强大的伊朗队 在一届连殷商缺阵的情况下 中国队51比70败北 并创下南篮自1974年 重返亚洲赛场后 在亚锦赛和亚运会中的最差记录 09年已经创了三项记录 这次又创记录 随后三场小组赛取得三连胜 成功晋级淘汰赛 本来觉着还有点希望 但痛苦来临时 总是让人毫无防备 淘汰赛首战 面对此前从未输过的小弟弟 中国台北 下半场攻防两端全面瘫痪 单截12比31造对手打爆 中国队最终仅获得第五名 不仅失去了直接晋级世界杯的机会 更是遭到了亚洲赛场上 最耻辱的一败 球员在场上不防守 不抢篮板 不抢球权 毫无斗志 这也是中国篮球史上著名的马里拉惨案 i mean the minds of our team start thinking about from the offense again so we try i try to push them to understanding but you know we need time to build that character it's difficult because when you you feel pressure you feel too big to bring to the wall to next to the corner you go back easier to your habits 你会觉得是王王 你会觉得是王王 所以我这就是 我们必须建设中国的 球标 中国男男在2012年 伦敦奥运会上的大比分惨败 已经说明防守对一支球队的重要性 这也是杨纳基斯上任后 一再强调防守的原因 但他显然没有料到 如此顺理成章的事情 居然会有如此大的阻力 据知情人士透露 押警赛期间 胡多次召开只有中方助理教练 和部分老队员参加的小会 在会上明确表示 要队员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 在之前热身赛中 还能看到的抢硬防守 押警赛中已经没了踪影 随后中国男男也放弃了 世界杯外卡的申请 另一方面来说 中国队是备战2018 哎呦 谢天谢地谢亚龙了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你 我已经说了 你像这样的比赛 本身就没有打好基础 你能给我保证 在14年或者16年 这样关键的比赛 也能赢啊 误实一点我劝你们 把自己战术打法 篮球的这个理念先搞懂 邓华都要带得蛮好的 你把它换了干什么 你告诉我 你在菲律宾输给省队 你倒告诉我怎么解释 压井赛后 杨纳基斯回国休假 胡佳石和篮管中心综合部部长徐兰 出现在天坛饭店为他送行 在杨纳基斯出现之前 胡主任先接受了采访 我们跟杨纳基斯合作是非常愉快 沟通是顺利 杨纳基斯出现后 却出现了这么一幕 他绕过胡佳石 直接走向站在其身后的徐兰 和对方握手 此时的胡佳石表情十分尴尬 握手门事件一出 将他与蓝鞋的矛盾推向了高潮 让领导在全国球迷的注视下 眼面尽失 你怎么可能继续留任呢 道一声珍重 委员各自安好吧